新冠肺炎疫情当前 民众对口罩的需求量大增 但在一撞难求的情况之下 究竟谁该戴口罩 正确的防疫措施又是什么 马上让卫生部副部长李文才为你解答 不需要戴口罩 很多人戴口罩是说 希望能够通过戴口罩来防疫 不过戴口罩防疫不一定是有效的 怎样讲呢 第一 我们知道这个病毒是通过 最主要是两个方式传染 第一是飞沫 第二是接触 接触这个桌面上啊 接触电梯啊 棋手啊 这一类的东西手法那些 所以接触到你接触你的脸部 把这个细心传染到你的呼吸系统 它最终是通过呼吸系统 感染你的身体 所以在这方面 如果你一些人戴口罩 他可能是觉得哇 戴了口罩就安全 有时他去调整这个口罩 在调整这个口罩的动作 都会使你增加这个 感染的机会 还有另外一点 即使你认为说 你戴了这个口罩 你可以防止这个飞沫干染 不过你不要忘记 你戴了这个口罩 如果真的是飞沫 粘在你的口罩上面 并不能够阻止这个病毒 透过那个口罩进入你的身体 谁应该戴口罩呢 第一 有珍重的人必须要戴口罩 有流感有磕磋 有磕磋 活龙痛这些 他必须要戴口罩 戴口罩的目的是避免把这个洗浅传染给其他人 最主要你身边的人 第二 我们也建议这个医务人员必须要戴口罩 因为医务人员他们遍对的是高风险 他们一般上戴的口罩并不是我们普通的这个所谓手术用的口罩 而是N95 时常接触这个中国来的理科 如果你要戴口罩 应该也不是问题 不过你要戴口罩 你必须要确保你戴上口罩的时候 应该是四个小时六个小时就要换掉 如果你出了吃午餐的时候你取下来 你那个口罩应该丢掉 不过再用回 所以千万一动了就是丢掉 丢掉 而且要用这些 不过最重要的防范措施其实是洗手 洗手保持个人避免 保持个人避免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其实是通过接触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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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